而这一次死伤事件当中 有一位不到六岁的小妹妹 她颜面骨折 在医院发现心爱的粉红手表不见了 她心急的眼泪都掉下来 慈激医院团队为了安抚小妹妹 副院长一大早就买来一只新的粉红色手表 也给小朋友安全感 欢迎慈激医院指出一位不到六岁的小妹妹 搭乘408次泰鲁阁号 结果因出轨意外导致颜面骨折松阴 小妹妹因为受到严重惊吓 一直无法安抚 医疗团队先是拿出绘本来转移小妹妹的注意力 但是小妹妹后来发现 她心爱的粉红色手表不见了 慈激医院吴滨安副院长健壮就说 不要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粉红色手表 你要乖乖听医师以及护理师的话 粉红色手表其实是一个缘分 就是那时候她来到几个时空 我们其实就一直在找她的手表 那找不到的时候也很重要 因为小朋友就是她平常最熟悉的一个东西 那因为这样子是一个情境很下 所以我们我们这种院长 就是赶快就是联系 找到了一个粉红色手表 然后到了病床之后 我们就由我们来提交给她讲 小妹妹因为心爱手表带来的安全感 就不容易害怕治疗 甚至还开心的指着副护理长手上的表说 阿姨你是黑色的 我的是我最爱的粉红色 小妹妹也跟着医护团队许下 要健康康复的承诺 接着林杰花莲师采访博动 是黑色手表 这下期的 我们先带 我们先看